彰化县议会议长谢典林 与全民运动推广协会理事长卓震贤 为了吸纳更多优秀的篮球球员 一同推动成立彰化县青年篮球队 22日正式成军 县长王惠美感谢谢议长与卓理事长 用心筹组在地优秀青年篮球队 把优秀人才留在彰化为彰化争光 像今年你看台中的县运 在全国运动会他的篮球就拿到金牌 那这其实也是我们成立彰化青年队 然后希望在全国运动会能拿到 下次能拿到金牌的一个 等于是一个长期的一个训练的一个计划 然后也让有些球员他还没到职业队 然后的中间然后在这边可以做一些磨练 还是特别谢谢议长长期来 对于我们运动赛事的推动 那特别是篮球方面 那也引进了我们比 这个Hilo各方面的篮球赛事进来到彰化 让这个运动跟我们的观光产业能够结合 那特别谢谢议长还有我们这个 所有的工作人员 那也要跟大家报告 我们在这次全运会到目前为止 总共获得了九金八银十六桶 这也是我们这六年来最好的一个家机 那我们也希望把我们的运动能够这个三级连结 然后培育出更多我们彰化的这个优秀的一个运动选手出来 今天是一个舞台然后回馈自己的乡村这样子 所以才加入那个彰化青年队这样子 谢议长长期推动运动赛事 更引进各级篮球赛事进入彰化 彰化县青年篮球队成员中已经有五位球员登上职业舞台 未来将提供完善的训练 开发青少年篮球运动员的潜力 及提供挑战职业赛事的管道 让更多年轻球员有更多发挥的舞台 公益频道张华允张华采访报道